那看到了全球暖化的問題之後 要怎麼處理 我們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在溫室劑當中吸熱能力是很差的 拿一個臭氧跟一個二氧化碳比 臭氧比較會吸熱 二氧化碳比較不會吸熱 那既然這樣 你幹嘛要講二氧化碳 因為它量最多 螞蟻熊冰以量取勝 所以它雖然並不是吸熱效果最好 溫室效應能力最強 但它的產量最多 影響最深遠 所以我們主要講的就是二氧化碳 那怎麼做 1992年有一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它在1994年的時候生效 聯合國的條約是這樣子簽的 大家習政黨會坐下來的時候 一樣可以切磋條文 然後寫好 大家說我要簽字同意 但是條約等同法律 所以必須要拿回去經過國內的立法程序 讓它正式通過 當初會講好什麼條件之下 這個條約就正式生效 所以1992年定 1994年正式生效 這是生效 然後出現一個重要的京都譯定書 它規範了2008年到2012年的溫室氣體排放的 叫做這個重要的協議 這套協議 那我去年交這個時候告訴你說 這個協議已經沒有用了 為什麼說沒有用 你還指對到哪裡 2012年去年是2015年 他已經過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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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新協議 這中間我們講義的支派裡有寫 在這之前開了幾個重要的會議 結果一事無成 第一個重要的是哥本哈根會議 結果啥事都沒有做 然後後來又開了這個開了那個 最後的德班會議 也是違德不足 講了一些有講的沒有講一樣的話 所以就不行 然後大家說我們說說去年 2015年一定要把新協議弄出來 所以暫時這樣子 好 京都伊領書是之前一個重要的協議 要用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終於在去年的年底 我們天立了一個巴黎協議 希望在未來數十年 轉型我們全球以化石燃料推動經濟的 這個態勢來減緩全球暗化的步調 這被譽為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氣候協議 因為新都伊領書有一個排碳大國 史濤不簽阿媽與塔 美國史濤不簽 但這個大家是要簽的 所以就說一個真正的全球的協議 希望能夠抑制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 好 訂立一個廣伴的目標 希望它本世紀末 達到領域台灣的目的 主要內容像這樣 好 控制 2011年前需要控制二渡溪 你沒有看過正負二渡溪那個東西對不對 有控制二渡溪 可是南太平洋的島國說 你在兩渡溪我們一樣會死得很難看 所以要比二渡溪要更小一點 所以超1.5度努力邁進 不要升溫升那麼高 太恐怖太可怕了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五年檢討 一次大家制定我們的減排量 然後呢 來說和來完成我要補答的減排量 全球控管涵點我們的排放的減少狀況如何 然後呢 我們提供金錢 然後呢 來提供一些國家支出跟幫忙 基本上呢 沒有限制到法律責任跟美國人的希望 因為美國是排碳大國 他很怕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要負責去賠人家錢啊 補償那些未開發 或者未開發或者開發國家的損失 所以他一直很抗拒 要有任何有可能要賠錢的那種那種 條文或者是規範 所以就是說我們就講說 我們都沒有任何行 沒有讓宣傳到所謂的賠償或法律責任 但是我們要拿錢出來 幫忙大家 然後能夠共渡難關 如此之類的 就是主要的內容是像這樣子 國中生不需要知道 京都議定書的仔細的內容 巴黎協議的仔細內容 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有一個協議叫做京都議定書 有一個協議叫做巴黎協定 幹嘛用的 要來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要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要限制一些氣體的排放 限制一些氣體排放 這樣知道就可以了 你知道這個協議在做這件事了 就說了 OK嗎 OK